接下來時間到了我們的9點51分 要52分了 國會大現場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焦點 趕快把時間交給馬德拉 國會大現場我們這次邀請到立委賴士寶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是大早安 委員我們直擊了這個側翼的翻車現場 無良公關公司 然後他在涉嫌轉傳了這一些假訊息之後 然後就關閉粉專 然後他關閉粉專 他說是誰要求的 阿中進辦要求的 陳時中進選辦公室要求的 所以現在陳時中看起來也是喜不清 這個跟綠營側翼有聯繫的疑云了 沒有錯 我們看到民進黨執政之後 你看到蘇春昌嗎 他非常依賴粉專 策異1450非常依賴 這個出事了還把他調回來 那現在可以看得到陳時中 他的選舉也是依賴這些策異 這些網軍 那他們的截圖都大家看得到 阿中已經發現到 對他的選情是扣分的 所以叫他下架 這個就全清楚楚來告訴我們民進黨 他的選舉靠這些粉專 靠側翼 靠1450 執政的時候還是如此啊 蘇春昌的時候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看得很清楚了 那你也可以看到防疫的時候 也都如此啊 我的臉書啊 半年來只要罵到陳時中 都被屏蔽啊 少一個零啊 原來四位數變三位數啊 罵其他人都沒關係 批評其他人都沒關係 批評到陳時中自動少一個零 就變這樣子啊 這個防疫也沒用 臉書他那裡基本上跟政府都聯繫的 所以我們是覺得 台灣的民主正在開倒車啦 陳時中要慎選 那可以看得到他現在選情很糟糕 很糟糕 所以也暴露了 他真的是靠這些粉專靠側翼 來幫他選舉 而且陳時中就說嘛 這件事情不要牽托啦 他就說不要因為選舉這樣子 然後也說 這件事情跟他們沒有關係 所以是不是意識到 陳時中自己也意識到 這些綠營側翼恐怕已經是傷了 他的選情了 應該是有這樣的看法 應該看到發現 已經對他選情大傷 所以他要做一個切割 他現在就是要力保他的基本盤 要守得住 他不要讓基本盤跑掉 這個對他來講 目前非常重要 他知道慎選已經沒有希望了 只能夠鎖住基本盤 顧好他的市議員 我想這是他目前的策略 所以他當母雞這樣看起來 也蠻多的市議員 好像都不太敢跟他合體了 沒有錯 沒有錯 市議員小雞 誰人顧性命的 誰人顧性命的 這個母雞不可靠 而且現在因為昨天民進黨 他們自己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說有十大的選舉奧部 其中有一個就是反抹黑 但是怎麼現在看起來 是他們自己的策略在行抹黑之時呢 所以他就是在示範選舉奧部的最佳示範嗎 沒有錯 他這個叫做先講先贏 你不覺得這十項都他在做的啊 每一項都是他在做的 所以這個有點好笑 他等於說先自己引爆啦 選舉上有時候自己有什麼問題 先引爆 這時候他也是發現自己有十大問題 先自己引爆 這就是選舉的策略嘛 跟之前那個高端一樣嘛 一樣 對 跟高端 高端這個自己引爆一樣 引爆了就 他認為就解套了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委員的寶貴時間 謝謝 我們看現在選舉 進入到了白熱化的階段 結果沒有想到呢 居然無良公關公司 直接在臉書上面發說 指控藍營說要來找狗仔 結果這件事情 被藍營大動作的報案之後 馬上歸縮 馬上嚇到吃手熟 馬上在臉書發文 致謝還關閉粉磚 然後呢 還說這個關閉粉磚 居然是阿中進辦所要求的 所以這一切 到底跟阿中進辦有什麼關係 沒有想到他們的進辦 還說這個是藍營在自導自演 馬上又被徐曉星砲轟說 這腦子燒壞掉了嗎 如果自導自演的話 到時候徐曉星要被法院認證 就是在自導自演嗎 怎麼可能會這樣子做 所以看起來呢 這一次這個綠營册友 似乎也已經讓城中的鏡總 慌了手腳 趕快再找各種的手法 來打壓藍營 但是真正的事實真相是什麼 是不是側翼的粉磚來進行抹黑 相信選民都看得非常清楚 一樣是這一節的國會最新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他呢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埋回家自己來使用